教一下珊珊委員 就是說您跟這個橘子徐子瑜有認識嗎 因為今天週刊有爆料出來 就是說在追查柯文哲的金流 發現這個人是柯文哲的貼身帳房 然後他人現在已經受到這個主席指示 已經在日本避風通 想談一下說這個徐子瑜是在黨內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其實 我想靜週刊已經成為科幻小說了 我們就不再回應他的內容 他可以把4300萬買房子的事情也說成是匯款 4300萬我們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這4300萬就是柯文哲選舉的補貼款 從這個論述來看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整篇報導就是在故意製造假新聞 所以也沒有什麼好回應的 重點是 如果這是北檢放給靜週刊的消息 那北檢今天是不是又要在地案來偵查 第二個如果不是 那我們的靜週刊已經成為假消息的製造工廠 我們也沒有辦法回應